是 那么叶冰 我们知道今天在北京还有另外一条消息引发了国际媒体关注 那就是北京官方证实了被扣留在中国八个多月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杨恒均已经被正式逮捕 被控涉嫌犯有间谍罪 那么到底这起案件有哪些进展和背景 跟我们谈谈你的观察 澳大利亚籍作家杨恒均 中国官方称其为杨军 今年1月19号在广州机场被中国国家安全局人员带走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8月23号以涉嫌间谍罪正式对杨恒均实施逮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杨军健康状况良好 并且称澳方应尊重中国司法主权 杨恒均1965年出生 曾在中国外交部海南省政府香港中资公司工作过 后来到美国和澳大利亚从事国际问题研究 2000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 当时在中国的杨恒均一度失联 后来他解释说当时生病了 而且手机也没电了 2014年杨恒均担任国际新媒体合作组织的主席 不过这个组织的成员单位基本上都是中宣部管辖的大外宣的媒体 杨恒均自称民主小贩 在网上发表过大量时评文章 还在微信上建立所谓的羊群举办线下的活动 不过这些微信群早在2016年就解散了 杨恒均还游走于体制内外 曾经出席中国官方的国庆招待会 也曾参与过一些公知活动 杨恒均在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冯崇毅教授 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他认为杨恒均在网上宣扬民主人权理念 让中国当局感到不安 因为他有外国身份 以间谍罪起诉才能继续控制他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冯崇毅的评论 你有外国身份 他不好用这个善听罪或者应付国家政权罪 他写那么东西中国政府不高兴 很恼火要审罚他 但是他不能用那些罪来去审罚他 所以这个对外国人 他通常的这个罪名指控 就是禁谍罪 所以他现在七个月了 他就是当然是把杨恒均关起来 就是审问一些毕宫信 想用你的这个口供来捏造这些罪行 他是绝对不会去号召革命 号召运动 他不是那种 他只是用这个很温和的这个方式 来去宣传他所信仰的 既有民主人传法治这些理念 而且这些年是打着那个社会主义价值观 和情价值观的这个旗号 来算算这些理念 就这种人你现在用这种方式来去指控 来做迫害 让很多华人感觉到很心寒 冯冲毅教授还指出 中国当局在孟晚舟事件发生后 抓捕了多名加拿大公民 又抓捕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 被认为是北京针对西方国家的人质外交的一部分 杨恒均的妻子 袁小亮 曾经是新浪微博上反美挺供的五毛党的意见领袖 网名染香 杨恒均被抓以后 袁小亮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 哭诉杨恒均的遭遇 袁小亮目前被限制出境 他的微博内容被清空 微信公众号最后一次更新是去年五月 那上面讲的是 他孩子在美国办理入学手续方面的情况 近年来 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有所警惕 并且通过了阻止外国势力干预澳洲政治的 反外国干预法 澳大利亚媒体也多次报道中国的一些渗透活动 当时也引发了北京不满和反弹 郁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 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已经治兑了 在北京اذ 收尾 不下来 我 Рок consist 手